在這一節我要介紹的是 有關於錄影的品質還有細部的介紹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單眼跟一般數位相機都會具備錄影的功能 那在這個錄影的地方這裡會有寫4HD 那各位不要被這個4HD給騙了 4HD裡面還包含了很多種小細節的設定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 60D 那它這裡還特別寫1920x1080 4HD 那這個4HD太籠統了 我們還要看下面這裡有一個詳細規格的設定 紀錄大小及影片幀數 影片幀數是指說每秒幾格 我們人的肉眼可以看到每秒60格的畫面 那在這裡全高清只有具備30格 明顯不足 也就是說當我們錄好的影片在播放的時候會發現 其實並沒有我們眼睛當下所看到的那麼順暢 這個整整少了一半 30格跟60格是差一半 那這個1920x1080是指一個畫面所呈現出來的點 也就是說1920x1080 它的答案好像是500萬的樣子 我在這邊算一次 1920x1080 各十百千萬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所以是兩百萬 不是五百萬 這裡指的是兩百萬畫素 我們這個影片具備了200萬畫素的這種品質 那但是它只有達到每秒30格 其實現在業界最頂尖的已經做到每秒60格了 目前是屬於Sony Sony的相機有很多高階系列的 只要看這個價格是一萬多以上的 幾乎它的錄影品質都是4HD 而且是每秒60格 1920x1080 60P 那這裡會看到一個60i 我在這邊介紹一下 60i的意思是說 在上方這裡 它有幫各位做了一個很好的圖文解釋 60i就是這樣子 當我們在高速動態的時候 這個圖片指的是說 這個守門員在接這個足球 那各位可以看到 當它很快速的跑去接足球的時候 以60i的設定值來錄影的話 會出現這些 好像有點掃描的 這種被錯開的感覺 當然各位是看不到這個黑線 這個黑線是它 這邊說的 漸進式掃描影片 他說這個為模擬畫面 那其實各位會真正看到的是這個畫面 我們把它放大 Ctrl加滾輪 各位可以看到 當我們在高速動態的時候 我們以60i錄影 足球會變成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以60p在錄影的話 這個影像是扎實的 不會有這種被 交錯這樣子 推開的這種感覺 好像有一點鋸齒這樣 那其實各位在生活上 可以買PS3或者是XBAR 360 各位可以去設定這些設定值 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60p或者是30p 只要是p的話 它是 每秒 每1秒60 個 輸出完整的影像資料 這邊寫得很清楚 這個輸出資料的意思 記載在這裡 點這個影片 那下面有一個總位元速率 也就是說它每秒傳輸的KBPS 是3萬 這個3萬是屬於藍光畫質 已經很棒的品質 以現在 2011年9月4號來講 這個影片品質已經是非常好 那一般我們到YouTube抓的話 可能都只有3249 那3249其實 在32吋的螢幕看起來已經很舒服了 畫面寬度 1280 畫面高度 720 那這個是多少畫素 我們算一下 1280 乘以720 它是屬於將近100萬畫素的 畫面 那它的資料速率只有3249KBPS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播放的時候 它 在高速動態時 比較容易呈現 方格 方塊 那我們以這個3萬的KBPS影片來播放 播放起來會比較扎實 比較柔和 不會出現 那種方塊的感覺 各位可以去 YouTube 在YouTube的地方 找一些 影片 我們輸入HD好了 那這是太空戰士的 各位可以去體驗看看 360P跟1080P這邊做切換 它在動態的時候 還有畫面的細膩度 會有明顯的差異 那如果各位能夠下載下來 變成一個影片檔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總位元素率 所以各位在買相機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不要光是被這個 4HD給騙了 還要記得問店員 問店家 說它的 4HD是不是 1920x1080 而且是每秒60格 那60格 還要再問 是不是60P 那各位 就知道P跟I的差別 早期的數位相機 都卡在30格 那現在 有幾家 有蠻多家的單眼 加冷的也好 還有 Nikon的也好 三星的也好 現在都還卡在 每秒60格 這邊有寫到 每秒60格是 只有卡在這個高清的部分 那全高清也就是說 1920x1080 它還卡在 每秒30格 這是技術上的差異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關於三星的 或者是尼康的好了 尼康的有的甚至沒有 錄影 那現在來看這個 這台2萬塊 拉下來看 在這裡好像沒有清楚的寫到 有的公司因為他本身 沒有具備 每秒60格 所以他就不敢寫 這還蠻常見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別去注意 到他這個 menu裡面 去查看 是不是具備每秒60格 30格跟60格錄起來的差別 真的很明顯 順暢度 看起來就有差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 很清楚的認識到 影片 這個畫面的解析度 還有 資料速率 資料的傳輸速度 這個都是攸關到一個影片的品質 那現在最好的就是大概在 這一個 三七一二七到四萬之間 這個資料速率很龐大 短短四分鐘 就具備了1GB的容量 那這個就代表著 這個影片的品質非常好 解說到此完畢 這個影片 可以按一下 我們可以按一下 測試試試試試試試看 我們可以按一下